东西跟氧作用叫做氧化 剧烈氧化叫做燃烧 这是国中的教法 高中的教法叫做剧烈的化学变化 产生光跟热叫燃烧 国中是指剧烈氧化作用叫做燃烧 燃烧有三要素 可燃物 助燃物达到燃点 三个杠掉一个就没有 木头可燃 养助燃 要达到燃点 没有木头就烧不起来 那天我看到里面有人在写那个驱喜 驱喜福洗心 那个整理 洗心整理 把那个柴火搬走 把这个搬走整理 没有可燃物 没有可燃物 生灵 生灵大火的时候 第一个开防火箱 什么意思 不反掉 第三 空的 烧不下 第二个回烧吧 什么意思 烧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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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火碰在一起后就变掉 为什么 没东西 没有 土壤 不一样 没有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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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灭掉了 溫度降低 溫度降低 低到燃點以下就燒不起來 所以為什麼可以灑水 灑水 降下來 燃點以下就燒不掉 就是燃燒的三要素 可燃物出燃物 三個槓掉一個就燒不起來 那我們可以用燃燒的方法 檢驗氫氣氧氣跟二氧化碳 氫氣可燃 蛋藍色火焰有爆明身 這燃燒膨脹的聲音 風氣膨脹的聲音 帶備 蛋藍色火焰有爆明精 氧氣助燃 可以使愚境復燃 快要滅掉的新興之火 插下去 燒的旺盛 可以復燃 不可燃不自然 帥哥美女 不可燃補出来的气体很多 考试已经摆明了是二氧化碳 那就是它 不可燃補出来 所以线箱放进去就会灭掉 蜡子放进去就会灭掉 因为它不可燃也不住了 不可燃也不住了 这就是检验的方式 其实你要会背 金属氧化物容易水层碱性 非金属氧化物容易水层酸性 其实你要把它背下来 但重点不是背这个 因为考试没人这样子考 但是这个结果要记住 金属氧化物容易水层碱性 非金氧化物容易水层酸性 但是 氧化酮氧化铁 氧化酮氧化铁 丢到水中喇喇之后 这个结果叫做中性 为什么 因为它不容于水 以前喜欢考氧化酮氧化铁 最近有些喜欢考二氧化 你怎么知道二氧化不容于水 因为你在做那个双氧化的时候 氧化酮就在那水里面 没有浓掉 所以你知道氧化不容于水 所以考试就问你说 下列何者容易水层碱性 应该要精确的 所以要写个氧化铁 写个氧化酮 不对 你叫中性 选掉肺 氧化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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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水中哪拉来做成中性 我刚跟你讲说 我刚跟你讲说 要被金属氧化物容易水层碱性 被氧化物容易水层酸性 但是考试不这样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试考这个 实际变色 考试你不是这样考的 下列何者可以使石蕊赤子呈红色 下列何者可以使氧化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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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知道 石蕊呈红色是酸性还是碱性 要知道它应该是金属还是非金属 所以你要被金属氧化物容易水层碱性 非金属而骨酸 但是考试是考试试即变色 这张表 我未来的试子里面会出现两三次 这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第一次我报答案给你 我把答案写给你 就是我背下来 它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 我就要问你了 我就要问你 第一个是实陵试子 这个理论上你们的小学 或者是生物念过 实陵试子在酸中啥色 红色 碱中 蓝色 分泰 酸中 无色 碱中 红色 分红 酸中 黄色 碱中 红色 有分这个字的 碱中都是红色 碱中都是红色 广用 红橙黄绿蓝电子 偏红色的比较酸 偏蓝色的比较减 中性的是绿色 考试考的多的是 实陵跟分泰 几乎没有人考分红 偶尔会有人考广用指示记 偶尔会有人考广用指示记 要背 全部都要背 全部都要背 第一次出现 我告诉你答案 然后你就给我背下来 下一次再出现 我就问你 实陵 酸中什么颜色 碱中什么颜色 分泰酸中什么颜色 碱中什么颜色 你给我背好 听懂吗 考试没人考 下列何者 养包 下列何者 养包 成专系 合者 变得当红 都是考 下列何者 可以只分红变成红 碱到为什么变得红 碱到这不红变红 知道什么性 碱性 你挑什么 挑金属 但是不可以挑两化銅跟两化銅 因为它是中性 这样 所以要会背 会背 美代燃烧 有些东西我会做 美代燃烧会有白色强 这是重点 白色强光 所以以前叫做美光灯 因为以前是真的去烧美 碰 然后白色强亮 在场光 然后呢 生成叫氧化酶 然后溶于水 就会变成氢氧化酶 它的化学反应是 未来会写成英文 目前跟你写中文 目前跟你写中文 美加氧变氧化酶 溶于水叫做氢氧化酶 纳燃烧的特色它有黄色火焰 会产生氧化钠 溶于水成氢氧化钠 这种氢氧化叉叉的都是碱性 所以刚才的氢氧化酶是碱性的 这个氢氧化钠也是碱性 碱性 所以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成 碱性 碱性 注意它有黄色火焰 就是它的颜色是重点 硫氧燃烧 考试非常喜欢考硫 不知道为什么 从年考年代就一直喜欢考硫 包括金色年代也考过硫 硫氧燃烧情况很特别 第一个它有个火焰的颜色叫做 蓝色蓝紫色的火焰 重点它在产生一种气体 这个其实有味道 臭味 有人写臭鸡蛋的味道 不刺激性的臭味叫做二氧化 我是跟你说过的 你国中所取的气体 大部分都怎么样 无色 无味 无锈 所以那种有颜色 有味道 你要给我记清楚 二氧化酶 有刺激性的味道 臭味 有人说是臭鸡蛋的味道 臭鸡蛋的味道 然后它溶于水叫做 雅牛酸 雅牛酸 好 牛燃烧 蓝紫色的火焰 生成有刺激性的错位的二氧化酶 它溶于水形成雅牛酸 我再说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考试非常喜欢考牛燃烧 从联考年代就这样 从联考就是这样 然后到集成年代也一样 就很喜欢考牛燃烧 都考过 都考过 碳 碳燃烧 然后正常燃烧会变成二氧化碳 如果氧不够 就会变成什么 一氧化碳 未来会消到 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瓦斯中毒 冬天洗澡 门窗紧闭 开个热水器 氧气不够 又烧成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吸热又在间 在间 所以一氧 正常燃烧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溶以水会形成碳酸 形成碳酸 这件事情也要背 我未来要用到它 我未来要用到它 我至少地科会用到它 地科会用到它 二氧化碳溶以水形成碳酸 这是一些燃烧的状况 我们未来会做一些燃烧实验 就是讲这个 我会烧一烧美带啊什么之类 所以你要背下来 美带燃烧 白色强光 氧化美 溶以水清氧化美 纳有黄色火焰 氧化钠 溶以水清氧化钠 硫 藍紫色火焰 然后呢 有刺激性的二氧化硫 刺激性的二氧化硫 溶以水叫亚硫酸 碳 二氧化碳 溶以水叫碳酸 请你把这些都给我背下来 OK 谢谢大家 练习